俄齐尔和埃尔多安的合照,过去的几周里,莫凡斯,也思考了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,因此,我想和大家分享,我对所发生的一切的想法和感受。 和许多人一样,我的祖先来自不止一个国家,虽然我在德国长大,但我的家庭也有土耳其背景,我有两颗心,一颗德国心,一颗土耳其心,在我的童年时代,我的母亲教导我要永远尊重他人,永远不要忘记我从哪里来,这些是我至今仍在思考的价值观。 俄齐尔和埃尔多安的合照,五月,我在伦敦的一次慈善和教育活动中,遇到了埃尔多安总统,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,当时他和安格拉莫克尔,安德勒·莫克尔在柏林观看了德国对土耳其的比赛,那之后,我们在不同地方见过面,我知道,我们的照片在德国媒体引起了巨大反响,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指责我撒谎或欺诈,但是照片本身并没有政治意图,正如我所说的,我妈妈从来没有让我忘记我的祖先,传统和家庭传统,对我来说,与总统埃尔多安和尹,并不关乎政治或选举,而是关乎我对家族国家最高职位的尊重。 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,而不是一名政客,我们的会面也并不是对任何政策的认可,事实上,我们每次见面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,足球,因为他年轻时也是球员。 尽管德国媒体讲了一些不同的故事,但事实是,如果不与总统会念,就是不尊重我那些我相信会我感到骄傲的祖先。 对我来说,谁是总统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总统的身份,我相信,英国女王和英国首相克雷沙梅,在伦敦接待埃尔多安时也是这样想的。 不管是面对土耳其总统还是德国总统,我的行为都不会有什么不同。 我明白,这可能很难理解,因为在大多数文化中,政治领袖的身份不能被认为是与其本人分开看待的。 但在这种情况下,情况就不同了,不管前一场选举,或者他之前的选举结果如何,我还是会拍下这张照片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